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聊鸿蒙操作系统 8月9日,在召开的华为全球开发者大会上 华为发布了全新的基于微类核的面向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 鸿蒙OS 请注意,这是真正意义上可以和Windows、安卓和iOS 比肩的操作系统,而不是UI,因此备受关注 为什么总说安卓是一个臃肿的系统 因为安卓有超过1亿行的代码,仅内核就超过了2000万行 而用户真正使用到的代码不到8% 整体显得比较抗语 这在互联网时代既没必要,也不需要 而鸿蒙系统采用了微类核的设计理念 这和安卓等系统的红类核完全不同 微类核设计的基本思想是简化类核功能 微类核只提供最基础的服务 比如多进程调度和多进程通信等 微类核下,采用同一类核结构 却可以针对不同的硬件设计出不同的UI界面 以提升系统效率 举例来说,手机和车载设备不同 用户的需求根本不一样 所以没必要采用相同的系统 却可以使用同一个类核 再做出不同的界面和UI 来满足用户的需求 同样的,物联网、智能电视、工业4.0 这些在安卓诞生之际 根本都是不存在的概念 那时候谁会预见到系统的需求会这么大 鸿蒙微类核的意义就在这 因为这是一个到处都在等系统的时代 无论是汽车、电视还是工业控制 一套鸿蒙进行轻微加工 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 鸿蒙支持这么多的设备 那么到底是不是手机操作系统呢 支持当然支持 而且比安卓更流畅、更安全 更加面向未来 但考虑到安卓生态 华为还是会优先使用安卓系统 但通过此次全球开发者的大会 华为也希望更多的开发者 加入到搭建鸿蒙生态中来 而从安卓应用 迁移到鸿蒙生态 是非常快捷的 当鸿蒙手机操作系统 拥有一定数量的软件生态支撑器的时候 我想华为就会正式发布 基于鸿蒙操作系统的手机 在安全性方面 鸿蒙OS不像安卓 安卓的root权限一旦被获取 就等于掌握了大门的钥匙 整个系统即被攻破 而鸿蒙OS的微类盒 天然没有root权限 这就从源头上提升了系统的安全性 而每个微类盒都有一把锁 只有一把钥匙 无法开启所有的权限 这样一来就更加的安全 鸿蒙OS内部保留了Linux内核 兼容安卓应用 在未来 华为希望鸿蒙OS的内核 能够替代所有的内核 性能上 鸿蒙系统使用了高性能IPC 和确定延时两大技术 来解决现有系统性能不足的问题 就在前天 鸿蒙OS1.0版本的系统 已经首发搭载到了 荣耀智慧屏智能电视上 而在明年将推出 说的一段话挺好 我们不是追赶 而是超越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拥有领先的下一代OS 对国家的整个信息产业 是一个好消息 大家对于鸿蒙OS 有怎样的期待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发表看法 谢谢大家观看本期节目